Hello 大家好 我是桃王上国的三爷 今天是2020年9月27日礼拜天 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 从建国到现在70年 计划生育的政策变迁时 那么首先先看一下 从1949年到去年2019年 整个整70年 每年新出生人口的这个变化 先大体这么一看有一个概念 1949年新出国成立 新出国成立到1953年 这几年是鼓励生育的 当时也有规定 那么基本的政策是 鼓励生育和限制流产 当时是有明文规定的 就是禁止非法堕胎 1952年的时候 然后又把这个规定 推广到全国 当时的国家卫生部 制定了一个 面向全国的一个 叫限制节语 及人工流产的诞行办法 1953年国家卫生部 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 来通告海关禁止进口 避孕用具和药品 当时的这个说法是 与国家政策不符 那么今天的说法是变成了什么呢 是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禁止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说法变了而已 后来1954年到1977年 这期间就慢慢的从鼓励生育 变成了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 宽松的计划生育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鼓励你少生晚生牺牲 牺牲的意思就是你生第一胎和生第二胎 中间近两隔的时间长一点 你不要紧接着生完一胎再生一胎 你可以生完一胎过个那么四五年五六年 再生第二胎 这叫牺牲 当时这个政策是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 他没有强制的规定 然后呢到了1978年 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 最开始实行的是一刀切的政策 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然后到后来的一孩半政策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中 或者在体制内执行起来 还好一点 就是接受度比较高 也比较容易执行 因为体制内的那些人嘛 他们有把柄在上面的人手里 就是如果你体制内的生了二胎 那么你的饭碗就不饱了 所以说当时很多很多体制内的人 他们家里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 当他们把这个独生子女政策 推广到农村的时候 他们发现难度非常之大 因为你在农村里 农村人他的观念都比较保守 都喜欢生儿子 都希望传宗接代 所以说当他们去推行 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 如果说人家投胎生了个男孩 还好一点 如果说人家投胎生了个女儿 然后你去跟人说不要再生了 你去把人弄去都给结扎了 你这不是跑人家祖坟吗 所以说后来他们在农村里 就变成了一孩半政策 一孩半政策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投胎是个儿子 那么你就不要生了 你就生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投胎是个女儿 那么你还可以生第二胎 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再生一个儿子 所以说在城市中 在农村中 当时他们执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我出生的时候 八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这种一孩半的政策 因为我那边是在农村 像我妹妹 我妹妹是八九年出生的 我妹妹出生的时候 我还交了社会抚养费 说的好听一点 交社会抚养费 说的不好听就是叫罚款 我妹妹是交了罚款的 所以这种观念和这种政策也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 然后这种从1978年开始执行的这种独生子女政策 执行了很多年 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一直到了2011年 2011年 然后在城市中开始去稍微适端的开始放松二胎政策 第一步2011年当时放宽的是说双独二孩 意思就是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 可以再生第二胎 因为他们发现第一代是四个老人 四个老人生了两个独生子女 然后两个独生子女结婚 如果再执行独生子女的政策 他们发现这个人口结构不合理啊 所以他们就放开了双独二孩 意思就是如果第一代四个老人 然后父母双方也都是独生子女的话 那么到了第三代你们可以生两胎 你不能说第一代四个人 到了第三代变成了一个人 这是不合理的 然后到了2013年 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就是比2011年的双独二孩更放宽了一步 意思就是如果你父母双方 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话 那么就可以生二胎 现在看2011年和2013年实行的这两个政策 其实对出生人口没有太大的影响 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看出一点苗头来 其实二孩的这个政策放开或者不放开 对于出生人口也许没有像专家们预测的那么大 影响那么大 然后到了2016年 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的二台政策 全面放开二台 然后很多专家就是非常兴奋 他们觉得这个二台政策一旦放开之后可能迎来一个一个非常大的生育高峰 出生人口至少要到2000万以上吧 2016年放开出生人口高峰大概在2017年出现 2017年他的出生人口应该至少超过2000万 结果现实狠狠的就是打了脸 很快 2017年出生人口是多少呢 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 比预期的也要少很多 比之前就是稍微多了一些 到2018年出生人口立马降到之前的那个水平上 2018年出生人口降回到1523万 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是新低了 预计到2020年出生人口大概在1350万到1400万之间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二台政策放开之后 对于出生人口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人们不愿意生孩子并不是因为说政策不让生二胎 而是说来自于自己各种方面 比如说教育工作生活压力各个方面都不愿意去生二胎 这时候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情况 当政策的制定者觉得 是我不让你生二胎 所以才造成了出生人口下降 而实际的是因为我自己就不愿意生二胎 我跟你政策无关 你放开二胎三胎四胎五胎 其实我还是不愿意生 那我们去看一下之前的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 从2000年开始出生人口数就比1997年减少了 大约300万 你就简单的一算 其实你可以得出来几个结论 第一如果说平均27岁开始生育的话 那么到2027年出生人口还会继续下降的 因为2000年的时候出生人口就比之前降低了两三百万 那么到了2017年可生育人口下降 那么出生率肯定要下降 大概会比现在少200万左右 可能到了估计到1100万左右 就是2027年的时候年出生人口大概到1100万左右 第二如果说24岁开始参加工作的话 那么到2024年新增劳动力也会大幅的下降 造成的结果之一呢 就是人工成本会增加 人工成本也一直在增加 你像楼市在涨价我们能看得到 然后物价在涨我们也能感觉到 那么人工其实也一直在涨的 预期到2024年或者2025年的时候 那么人工成本会比现在更贵 贵得多 这个话题可以到下一期视频再说 那么第三个结论 就是会有更多的圣男出现 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思想 加上这个政策 男女人口比例一直是失衡的 你像一百零几比一百 或者一百一比一百 那么最严重的可能到了一百二比一百 那么以后呢 圣男会越积越来越多 第四个结论是 老龄化的高峰还远远没有来临 而且老龄化的这个高峰会来得很快 综上所述就会造成我们未复先老 人工成本上升其实就像美国了 材料不贵但是人工贵 而且老龄化严重 老龄化严重就会像日本 也许等我们老的时候 那么我们等到65岁 也许还需要出去找工作去养活自己 不好说 但是呢 美国和日本 他们都是已经富裕起来了 然后他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或者说 人工昂贵的这种社会 而我们呢 其实并没有富起来 我们的人均收入 刚刚跨过一万美元的门槛 现在还属于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 结果我们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其实这对我们在中国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很好的消息 当然我们也要乐观的看这件事情 这是按照现行的政策来推算的 但是你要知道 按照我们的行事风格 是不会放任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你看全面的二态政策 其实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政策呀 那么比如说 全面放开生育 你可以生三态四态随便生 当然我觉得 就算你全面放开了 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二态都不愿意生 你放开三态四态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政策呀 比如说会鼓励生育 比如说延长产假 提高补贴呀 如果还不行 还可以就是说 办托班呀 就是把一到两岁的儿童 可以就是集中托管起来 有一些国家是这么做的 就是让你生育之后 尽快的可以返回工作岗位 减轻你这个生育 对你整个家庭的影响 如果说这样还不行 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开始下一轮国策了 上一轮国策什么 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的国策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下一轮国策呀 宣传口号都有了 宣传口号你比如说 家有儿女其乐无穷 生在当代历代千秋 什么儿女是人生的延续 什么儿女双双满庭浮香等等 如果这样还不行 那好吧 你不要忘了 从194年到1953年 中间我们还实行了一些规定 就是严格的去鼓励你生育 比如说出台规定 禁止非法堕胎 就是非法这个词 是很有讲究的 你怎么去考证 什么叫非法堕胎 什么叫不非法的堕胎呢 只要出台规定 就是非法堕胎 对吧 它就禁止你流产 或者说再像1952年那样 就是禁止售卖寄生用具和药品 这个事又不是没干过 以前这么干过的呀 那么也许大家去买个套 以后都要偷偷摸摸的 你要知道 你要了解我们的形式风格 一切皆有可能 想让大家去生个娃 其实在我在的这个地方 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所以说人是一切的根本 我觉得印度是比较有前途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印度的人很多呀 我觉得一带一路 这个政策制定的非常明智 也是因为一带一路 非洲那边很多人啊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 因为你有了人才有其他的呀 然后既然我们现在已经 可能很快的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那么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 比如说 不要去买四五县级以下城市那些房子了 因为以后的人口会减少的很快 你找不到接盘的人了 比如说你现在人口的红利和互联网的红利已经消失了 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抢哪里 然后你去看这个出人口数量 你会注意到有一个退休的大潮马上要来了 你按60岁退休来算的话 那么1960年纪念退休 1961年明年退休 当时有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退休的高峰 当退休的高峰和劳动力人口减少 这两个效果叠加起来 其实是我觉得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那再比如说 现在我们未复先老 人工承办以后会急剧的升高 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吧 那么今天就说人口 人口是一切的基础 刚刚说的几个问题 后面再说 好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